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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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空中主日学 我是曹立宗 上一次我提到 许多年前我读一本书 一本古典名著 我也常常推荐的书 叫做信徒快乐秘诀 是郑主出版了他的综艺本 无论你是哪一个程度的人 我觉得都可以读那本书 我提到有一章 那本书里面有一章的主题 叫做神的车 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说法 神的车其实在讲到圣灵的工作 就是神借着这个 把我们可以从属地的平面 带到属天的平面 有的时候神的车 其实是一种 是我们遭遇的一个挫折 一个苦难 疾病 有的时候是不容易的事 或者你旁边有一个人讨厌的人 我们可以专注在这些讨厌的事 麻烦的事 很痛苦的事上面 可是我们也可以越过这个 来看出说 有可能那是神 在其中要借着这些来帮助我们 因为圣经里面 上一次我们提到诗篇 66篇12节有这样的话 诗篇66篇12节 那里说 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 我们经过水火 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 所以有的时候神借着这个 把我们带到属天的境界 当没有苦难 没有这些事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去找到神的车 找到我们怎么样可以追求 好叫我们经历圣灵的工作 而能够变得不一样 那今天我要用另外一个方式 也是圣经用的方式 来讲到这个神的车 这个圣灵的工作 就是用鹰来讲 天上飞的老鹰Eagle 特别是用鹰的翅膀来讲 鹰的翅膀跟很多飞鸟 不完全一样 鹰是一个特别奇特的 上帝造的鸟类里面 特别奇特的一种动物 鹰有许多特性 我们今天稍微来提到 跟我们的追求有关系的事情 我们已经有好几次提到 我们常常需要 花时间在神的面前 神想要带给我们的祝福 很需要我们学习 用时间在祂的面前 其实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是这样 一个人在阳光底下 多照射一段时间 可能连身体都会经历一个祝福 当然现在不太能用这个比喻 因为有太多的紫外线 可是以前的人 他们常常会鼓励一个病人 就是去晒太阳 就会得到帮助 所以生命里面有很多事情是像这样 或者像上一次我们提到的 一个溪水弄浑浊了 用一点时间它就会变清澈 我们生命里面有不少事情是这样 我们认识神也是 祂喜欢我们花一些时间 跟祂在一起 注视祂 然后有一些改变在我们身上进行 神可以更多的赐福给我们 可是当我们这样花时间 等候神的时候 刚开始你可能会觉得不是很容易 你记得上一次我给大家读到一段 我们教会预备的诞章 那你提到任何时候 只要你能够就花几分钟来等候神 安静在神的面前 不是一定要祈求或者做什么别的事 就是注视祂的面庞 可慕祂的同在 刚开始你可能觉得得到不多 可是如果你继续恒心的操练 慢慢你会发现很不一样 那你用到圣经里面一段话说 我们如果敞着脸 看见主的荣光 就要变成主的形状 荣上加荣 这是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的话 也许有的观众朋友 喜欢有这样的单章 你可以试试看 进我自己的教会的网站 我的教会叫士林西安堂 我们的网页网址是 www.slzion.org.tw 你可以试试看 进到我们教会的网站 可能可以找到这几张的单章 可是当我们这样学习 安静 等候神 在祂的同在中敬服 虽然外面看起来是安静的 可是我们心灵里面 却可以是恩与配降 或者有甘灵的滋润 使我们敌清熟练 除去爱罪的心 而能重新得力 圣经有一个方式来讲 就是如因展至上腾 这是我们今天要用的重要的经文 我可以请大家来看 在以赛亚书40章31节 如果您手头没有圣经 我读给您听 以赛亚书40章31节 这里说 但那等候耶和华的 比重新得力 他们必如因展至上腾 他们奔跑 却不困倦 行走却不疲乏 其实这个前面的话很好 他说 永在的神 并不疲乏 也不困倦 可是我们不一样 这里说 我们就是少年人 也要疲乏困倦 就是强壮的 也会跌倒 可是神给我预备一个道路 他说 如果我们等候神 这个等候其实 不是说神不在那里 你等着他来 有的时候是 可是也有的时候 我们已经意识到神的同在 而那个等候 其实那意思是 就是与神同在 英文也许有一个区分 Waiting for God 是你约好三点钟 他还没到 你在那里等他 这是等候的意思 可是如果你换一个介细词 Waiting on God Waiting upon God 那这有点 伺候的意思 有点就是与他在一起 有的时候等候神 在圣经里面是 这样的一个意思 那你看 有时我们 在很多的繁杂的生活 各样的事情里面 找到一个空档 一个休闲的时候 到郊外去 很多的 有溪水 有山 有花草 你在那边坐一会儿 你会觉得好像 让狄青熟念 你的整个生命 有一点更新 如果上帝造的大自然 可以带来这个结果 您应该相信 当我们经历 神的领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经历 神的同在的时候 更能够有这样的结果 你不需要 到郊外才会这样 你就是在都市里面 最烦消的环境里面 你可以经常 回到你生命的深处 用一点时间 好像用另外一只眼睛 看进我们的生命里面 注视神 看到神 与祂同在 我知道这个讲起来 有点抽象 可是如果你殷勤地 学习这个 我相信上帝会帮助你 你会有真实的经验 那圣经里面这样讲很好 他说 如果我们这样等候神 我们会如鹰展翅上腾 你看鹰在展翅上腾的时候 鹰那么大 如果它要起飞 哇 那个其实不太容易 要很用力地拍翅膀 可是你很少看到鹰 那么卖力地拍翅膀 有一个原因 它们很晓得 怎么样趁着气流来飞 我想在这里就是这个意思 那个气流就好像讲到 圣灵的工作 像上一次我们提到 你要常常找到 神的车 找到一个 也许是一个 偶发的事情 也许在路的转角的地方 就会遇见一个 看起来有点平凡的事 可是如果你 小的留意 也许有一些事 就是把我们带向 生命的一个转机的 一个机会 就像鹰一样 他会小的 趁着气流 来飞翔 所以有一些人认为 基督徒 可以被称为鹰式的圣徒 这是我们这一集的题目 像鹰的 样式的一个圣徒 因为整个圣经 有很多次 用这样的方式来讲 用鹰来比拟 他的百姓 他的儿女 因为鹰是常常飞在 很高的高空 还有他生命的很多的特性 使我们觉得 他好像 常常可以凌驾在 发生的暴风雨 各样的生命的风暴之上 用这个来比拟 我们是一个属天的百姓 所以我们 活在世上 也是一样 我们四周 有很多的事情 可是我们 认识的神 我们可以 凌驾在这个之上 晓得说 我们有另外一个身份 我们那个身份是出天的 我们真正的生命 好像是连结在那里 是行传 把毛抛在永恒 在神里面的那样的生命 你知道 有另外一个生命 很好 其实我们 在平常的生活里面 我讲一两个例子 来说明 这样一个 认识 这样一个想法 其实不是太困难的事情 不是太玄妙的事情 有一次有一个人 在飞机上 搭远程的飞机 后来 忽然飞机遇见乱流 有一些乱流 机长 现在的科技 机长可以预先告诉你 前面有乱流 有一些乱流 是突然临到的 我自己 经常搭飞机 遇见过许多次 有的时候乱流 只是一点点 很快就过去 有的不一样 那一次 那位先生 遇见乱流 很强烈 你如果那个时候 serve那个 午餐的话 我看 大家都吃不下去 飞机上啊下啊 像这样 然后 全车的人 全飞机的人 都被弄得 有一点 脸色苍白 有的人也许 要迫切祷告 这个人就注意到 离他座位不远 另外有另外一个人 他好像没事人一样 好像还蛮快乐的 带着笑容 后来他仔细看 原来他正在听iPod 所以他 他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面 他不管外面 这些发生的事 他进入于 他那个音乐里面 我知道 你凭这个 你没办法胜过 生命所有的风暴 有的时候你 有时候发生的事情 你听音乐 没办法就这样逃避 可是那是一个比喻 如果我们生命里面 有另外一些 属天的事情 那就不一样 基督徒应该常常记得 他有另外一个身份 他是属天的百姓 有点像卢伊斯 在纳尼亚传奇里面 提到那四个 伦敦最平凡的人家 家里面的小孩 可是在另外一个世界 在纳尼亚 却有四个宝座 长久为他们存留着 等他们去坐在上面 坐王 其实那是讲到 基督徒的身份 我们的神是大君王 我们如果是他的儿女 我们就像公主 跟王子一样 你说我哪里像 现在这个样子 哪里像 所以如果神的灵 临到你 你应该知道 你有另外一个身份 即使现在不像 保罗用另外一个方式讲 说我们只像一个 很平凡的器具 瓦器 可是里面却有宝贝 我常喜欢举一个 有趣的例子 有一些人喜欢 在册子后面 贴一个标语 比方基督徒 可能会贴 耶稣爱你 佛教徒也许会贴 南武阿弥陀佛 可是我知道有一些人 在美国他们很有创意 像有一个人 他开一部 很烂的车子 就是我们所说的 除了喇叭以外 什么都会想的那种车子 可是你知道 他后面贴什么标语 他那个上面写着说 我另外一部车是法拉利 当然他另外一部车 不是法拉利 可是 我觉得那个用来形容 基督徒的生活也很好 我们有另外一个身份 我们是王子跟公主 无论今天在地上 我们做什么 好像那只是一个戏装 一个包装而已 神正在我们里面 所做的工作 有一天 要完满的彰显出来 我们是属天的百姓 那摩西 带领以色列人 出埃及的那个摩西 他曾经居住在旷野 许多年 做一个牧羊人 所以他有很多机会 观察大自然 他也曾经用鹰 来形容神的百姓 他说神像鹰 在训练除鹰一样 这样来带领神的百姓 这个圣经的话 是在生命纪 三十二章 生命纪的三十二章 第十节开始说 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 荒凉野兽吼叫之地 就环绕他 看顾他 保护他 如同保护眼中的铜人 后面说 又如鹰搅动草窝 在除鹰以上 两次三盏 接取除鹰 背在两翼之上 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 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 耶和华使他成价地的高处 得吃田间的土产 又使他从磐石中扎密 从尖石中稀有 你知道鹰训练除鹰 可能摩西看过那种情况 鹰把窝搭在高高的地方 以及在一个岩石的旁边 用粗的树枝做架构 加上一些柔软的细枝跟叶子 在那里生下小鹰 当然生蛋服出来的 那当鹰长到某一个程度以后 要训练他飞 可能鹰会这样做 翅膀 剥他 要让他出去飞 小鹰当然已经习惯 在那个温暖的草窝里面 就紧紧地抓住 不知道妈妈今天干嘛了 后来鹰没有办法 可能他就用他的会 他的嘴 把一些素质抽出来 破坏那个草窝 这里说他搅动草窝 最后小鹰只要掉下去 我有时候问人家说 你猜小鹰掉下去 第一件事是什么 有的人说拍翅膀 可是我猜他第一件事 可能先尖叫的 就像我们也会这样 如果神搅动我们的草窝 也说允许我们 遇见环境上的困难 我们很可能会先尖叫 我们抱怨 或者是哭泣 像这样 可是慢慢他知道 他不能这样 他一定会开始拍翅膀 他不会第一次就成功 他需要继续地这样做 后来鹰不会让他掉到地上了 母鹰会跑到下面去 接取除鹰 这是这里说的 再带回草窝 过一会儿也许会再来一次 神也是这样对待我们 他不会让我们在一个苦难当中 一直都这样 他有时候会让我们有一点平稳安静的时间 慢慢地训练我们 神正在训练我们 我们活在地上有时候觉得很困难的事情 可是神想要我们知道 我们像鹰一样是属天的百姓 我们是不一样的 我们不是地上的鸡 在地上找到一点虫子 就很高兴就叫 如果基督徒常常只是 在他生活里面遇见什么好处 就做见证说神怎么样恩待他 他只注意这些 那是不够的 因为除了这个以外 神想要把我们训练 让我们知道说 我们不是鸡 我们不是留在地上 你不能因为跟鸡生活在一起太久了 以为你是鸡 你有另外一个生命 不是飞一下立刻要掉到地上 你可以飞到高空去 你可以凌驾在生命当中的各种暴风雨之上 我们应该知道我们有这样一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 我有的时候会用另外一个方式来形容 也是圣经用的方式 就是既然神栽种永恒的种子 就是神的道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那就是要我们要在基督里面扎根在那里 而且生根建造 有一天能够开花结果 能够长成一个丰满的生量 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那个看不见的领域里面 那个根正在往地里面伸展 为了要找到水分养分像这样 我们的生命也有一些外面看不见的 就是你要有那种跟神的个人的关系 这也是我们这个系列一直在讲的事情 可是当根在那里伸展的时候 如果他遇到一个石头 他没有办法穿过去 他就会想办法绕过去 这个绕过去 在那个过程里面你会觉得 干嘛碰到一个石头 好像一个障碍 我们生命也会这样对不对 可是你知道 那个根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他后来那个根 不会只是这样一条线而已 他可能会弯弯绕着这样走 等他长得更大以后 你就会发现 如果有风暴各方面来袭的时候 那个根会更紧紧的抓住那个土 不容易被拔出来 所以你就发现 那个遇见的苦难不容易的事 你需要很不方便的绕个弯 那些却成我们生命当中 变得更坚韧有力的原因 神也是这样在训练我们 好像母婴训练厨印一样 我们提到那本书 信徒快乐秘诀 那个座的史哈纳师母 其实他自己实行他所教导的事 就是那个神的车 有时候苦难也是神的车 那个时候他跟他的先生 两个人都是传道人 他先生是一个很有恩赐的一个布道家 也经常被邀请去讲道 可是他先生有一点疏忽 有一次在帮助一个女性的时候 可能没有留意吧 房门关上还怎么样 没有别人在 后来那个女性不知道为了什么 就诬告他说他给他性骚扰 或者性侵害之类的 那虽然后来可以证明不是这样 可是因为这样就 本来给他的讲道的邀约就取消了 一个这样的讲员的 妻子他本身也是讲员 遇到这些事当然是很不容易的 可是您知道 史哈纳师母就是在那样子的一个时刻里面 那一段日子他写成这本书 信徒快乐秘诀 所以他自己实行这一件事 就是不容易的事反而成为我们的帮助 我们回来讲到鹰 鹰另外一个特性 它飞在高空 研究鹰的人说 它们的眼睛视力好像是可以调整远近 所以它们可以在 一英里的高空看到地上一只小兔子 飞下来 所以它不会像鸡一样在地上找虫子而已 它可以找到这些像这样的动物 成为它的食物 摩西说神就是这样使我们 使它的百姓可以成架在地的高处 而且享受它的丰盛 鹰还有一种特性 就是它常常独自飞行 你很少看到 大概很难看到一群鹰在那里 对不对 顶多你看到两只 也通常不会飞在一起 它们各自飞翔 那神的圣徒也应该有这种 很单独面对 神面对自己的时候 你所有的生命都在人群里面 你的生命很难变得坚韧有力而丰盛 你一定要单独的时候 就是你不得不生活在 常常旁边很多人 你要自己在 好像在你里面找到一个至圣所 一个隐秘处 可以在那里跟神有相交 你一定要有这种时候 那也是把我们的生命的毛 抛牢在永恒里面 抛牢在神里面的意义之一 在圣经里面像摩西 像保罗都曾经这样被神训练 有一些单独的事情 好像在那里旷野 没有那么多人在的时候 他们被训练成更多的靠近神 那我们刚刚已经提到 鹰的一个特性 他知道怎么样顺着气流 而不是靠他的大翅膀在那里 拍着翅膀 在那里用力 有科学家观察到有一只鹰 其实我听起来有点特别觉得 不太可自信 可是那是科学的报告 应该不是捏造的 就是有科学家观察到一只鹰 它飞了200英里 没有三粒只翅膀 就是都知道趁着气流这样飞 200英里差不多从台湾北部 一直到南部了 很长的距离 那我们看鹰好像气定神险的 在那里好像没事这样 站着翅膀 可是科学家说 很可能他们把所有的注意力 都专注在调整羽毛的角度上面 鹰的羽毛有很多种 我们的飞机有富翼有静翼 其实是学像鹰这样的鸟类 借着羽毛调整那个角度 不同的气流 带来不同的福利 而能够不会掉下去 也不会随便的偏离航道 所以那是鹰的特性 我们在我们的内心的隐秘处 也是这样 我们这一系列 一直在跟大家分享 我们怎么样过一个 亲近神的生活 而这种亲近神的生活 很需要有我们个别的 好像安静的单独与神在一起的时间 这个时间闭上眼睛 到底要想什么 到底要做什么 不时有人问这些问题 其实你很难记得别人 更多教导你这些 你一定要自己在里面学习 你会慢慢明白 什么叫做像鹰一样 调整羽毛的角度 也许你要留意你的言语 有的时候在那样的时候 也许说几句赞美神的话 或者几句祷告的话 也许你只说 主啊我感谢赞美你 或者说主耶稣我爱你 我渴慕你 或者说主耶稣啊 很可能你的心就会 有一个不一样 然后你有一点时间安静 安静的时候 如果有一些不好的思想进来 你怎么样胜过这些 这些的学习都很细利的 旁边的人如果教导你太多 反而会挟制你 这是我们自己要学习的 就像应该调整羽毛的角度一样 让我们学习这些事 大卫用另外一个方式讲 在诗篇六十二篇第一节 他说我的心默默无声 专等候神 我的救恩是从祂而来 他说我的心默默无声 专等候神 我的救恩是从祂而来 有的圣经学者说 这里的等候有安静的站着的意思 安静的站在那里 势力在那里 我们也可以是这样 就像我们提到的 妈妈给小孩子穿衣服 常常叫他站好不要动 因为他站好不要动 才能够穿得好 免得本来半分钟 可以穿好的衣服 要穿两分钟 神对待我们也是这样 让我们学习这些事 你有没有在生命当中 不死的 无论遇见什么 安静一下 让神可以帮助我们 那个安静帮助我们调整羽毛的角度 帮助我们能够重新得力 是从神来的一个帮助 你可以怎样 你试试看跟我一起闭上眼睛 你说神啊 教导我怎么样顺着你圣灵的气流来行事 让我晓得不是依靠自己 虽然我尽量的努力 可是我相信 你正在运行 你的能力正在彰显在我的身上 我可以信靠你 神啊来帮助我 让我的心能够安静在你的里面 有时候可以这样祷告 在你自己的生活里面 找到时间这样祷告 你看鹰跟很多小鸟不一样 很多动物都有一个特性 他们常常能够预先感受到 这个大自然有一些变化 如果暴风雨快要来到的时候 很多鸟类都好像会意识到 你看麻雀就会忙碌的在那边叫啊 然后飞来飞去 很躁动不安 鹰不一样 鹰越是感受到暴风雨来到 它越有可能就安静的站立在那里 不动凝视着天空 所以当真的暴风雨来到的时候会不一样 那个小鸟可能已经没有力量了 可是鹰却能够在暴风雨来到的一刻 千一刻展翅上腾 而能够凌驾在暴风雨之上 这也是神想要我们过的生活 一个鹰式圣徒的生活 愿上帝赐福给每一位观众朋友 我们讲到这里 下次再会 来吧 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 奔向我们神的殿 他必将从地道教训我们 我们一定要信他的道路 因为神会必处于西安 耶和华的言语必处于耶路撒冷 耶和华的言语弹